延续上一集向华人说明如何透过购买退休账户来达到投资还有节税的双重效果之后 如果还有观众朋友还没有完成报税的话 要注意哪些新的规定呢 有东森新闻还有华星保险合作的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特别找来了华星保险的保险专家要由观众朋友详细的解说 那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税或者还是还没有再买健康保险的情况下 加州全保为您开放了一个特殊投保期从现在到4月30号截止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您都可以咨询一下保险经济 根据您现在的收入情况以及您全家绿卡或者是公民的资料 都带齐可以咨询一下保险经济 看看在2015年购买健康保险其实是比罚款还更便宜的 那另外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保险给您全家一个保障 看问题找答案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星期六的晚间还有更多深入的报道进行锁定